人生最高兴的事情 你自己做你高兴的事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口琴 因为我小时候 比较很少接触到音乐 没有什么乐趣 所以就有一把这个口琴 那么当做我的启蒙 那时候可以说是有一股杀趣 一直追寻着这个音乐 也不追寻茶艺各方面 现在我要吹一小段这个《Titanin》 那么音乐就是说是学老以后呢 可能只能够自走不能够再维绕 再维头已经太迟了 所以不能够转行 他们最大的毅力就是 他本身自己要有那一股日成 就是我们一定要支持到底 口琴可以说是医学难经 可以追一两首歌是很容易的 可是你要追它的精髓好的技术 那是很不容易 所以要下一副鼓工 那是遗憾的 первый股像已经得到了 最后没关系的 ……以后